5月19日,武汉一大型游乐场恢复开放 过山车、大摆锤、跳楼机等游乐设施再次听到游客们热情的尖叫声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游乐场实行网络实名制购票及电子验票无机处入园 游客进园需遵循戴口罩、测体温、扫健康码三大流程 园内,手部消毒液随处可见 安全方面的话,就是还是要酒精消毒吧 然后基本门口的那个检查也挺好,都是绿码的 然后防范做了也可以 因为我们带酒精过来了,然后我们也是学护理的,就是我们几个 然后就,就是说自己做好防护,自己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就跟以前的那种心情不一样,就是说像一种丛生的感 谢谢 半天,该游乐场邀请了十位抗议英雄参与开源活动 并乘坐急速飞车 不要紧张,来放送视频 唐志钦是武汉一家酒店的投资人 疫情期间,他不仅将自家酒店提供给西安元汉医疗队 还协调全市三千多间客房,让其他元汉医疗人员入住 唐志钦告诉记者,很高兴看到该游乐场再次迎来游客 说明武汉这座城市的机体正在恢复 一切的招就,这个歌声也好,包括我们的设施设备也好 还是让我们感觉到又焕然一新的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武汉毕竟时间太长太长的乘风 这次也是希望我们的各个景点能够尽快地能够恢复生机 今年44岁的杨恒利,在疫情期间组建了一个志愿者车队 自发地将各种紧急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杨恒利说,武汉经济正在经历道春寒 很高兴看到武汉的游乐场所再次开放 想用自己的行动,鼓励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出门消费,扩大内需 据该游乐场工作人员介绍,园内采取一科一销服务 游玩设备项目隔位做,一趟一销毒 为确保游客安全,暂缓团队游客接待 暂停园区聚集性演出项目 顺利场馆暂不开放 担任游客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20%以内